1981年在智利出生了泰登 出生没多久就被医院勾结的人口贩子转卖到美国 有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收养 长大成人 2023年4月 泰登受到智利养子成功寻亲的新闻报道启发 向非盈利组织求助 并透过国际DNA资料库 找到尚在人间的亲生母亲 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有这么快乐的结局 时间要回到1970年代中期 美国为了防堵亲共政权在南美洲扩张 透过中央情报局CIA 扶植包括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军事强人 发动政变 放任这些独裁者大肆地逮捕并杀害反对派 这些独裁者还自行协调步骤 并以误因行动作为代号 以阿根廷为例 美国支持的维德拉将军 跟后续的军事执政团领袖独裁统治期间 高达三万人死亡或失踪 而在邻国智利军事强人 皮诺契特也在类似的情况下 夺权成功 直到下台前估计有三千多到一万人 死于秘密警察手里 除了大批成年人遭到处决或失踪 还有不少的孩童 因为父母人间蒸发或其他的原因 被迫和原生家庭分离 泰德只是其中极少数幸运和生母团聚的例子 更多的孩子在独裁政权隐瞒身世之下被人收养 在阿根廷尽管有五月广场祖母这一类的团体 以DNA检验 让一百三十三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遗孤 最终能和原生家庭团聚 但其他多数人经过四十年以上的分离 人在何处 是生是死都毫无线索 于是就有从事公关行业的志工巴洛斯 用AI驱动的影像技术 模拟受难者遗孤的可能样貌 原本用来让人休闲打发时间的电玩 就这么成了功德无量 协助亲人团聚的平台 这一类影像技术是从父母的脸部照片中 选取几个关键点 在随机产生下一代 在出生四十多年后可能的模样 由于连后代的性别都不知道 因此一组AI影像有四张 男性和女性各两张 而既然是人工模拟的照片 准确度自然令人存疑 巴洛斯指出 他自己也很清楚AI在这个方面的限制 因此并不可能取代人权团体 藉由DNA的检验确认亲属关系的方式 不过透过网站大量公布模拟的影像 也许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或认识的人 可能就是受难者的后代 而主动接触人权团体 公事新闻 徐家仁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徐家仁编译